不朽凡人 作者 俄氏老五 播讲 小编C 音水笑 第1119章 天恒眼里会跑的蝼蚁 雷鸿吉喘了一口气 如果被他知道了是谁拿走了天地炉 那他绝对会把拿走天地炉的家伙生吞活泼 没错 他的确是看见了天地炉 可他根本没拿天地炉 哪怕他是真的想拿 背后那个叫天恒的混蛋 居然为了天地炉追杀了他几十年 在这几十年时间 他雷鸿吉就是在逃亡中度过的 若非他踏入了河神四层 而且拥有了空间盾数 他早就被那老混蛋干掉了 几十年的时间以来 他除了空间盾数再上一层楼 真实的修为几乎毫无寸击 本来神界修复还有彼岸花的出现 让他跨入了河神修为 再加之他获得了一枚顶级道果 让他在短短时间冲破河神初期 修炼到了河神四层 以神界如此完整的天地规则 再加上他身间的宝物 只需要再给他一段时间 他一定可以从容跨入河神七层 可偏偏在这个时候 一个叫天恒的家伙要追杀他 还说什么查天地炉 那天地炉高达十数万丈 而且根本没办法炼化 别说当年 就算是现在的雷鸿吉 也不一定拿得走 拿是拿不走 雷鸿吉可是清楚 那天地炉绝对是好东西 就因为天地炉会生出天地规则元丹 那就足以成为顶级宝贝 当初他杀了那个 有天地规则元丹的修士之后 还不敢相信那家伙说的是真的 这么些天地规则元丹 居然都是从天地炉中射出来的 这让他是心潮澎湃 后来他去了天地炉所在的地方 那天地炉他的确没有能力收走 本来雷鸿吉打算好了 一旦跨入河神就去收纳天地炉 现在好了 神界规则修复 地貌发生巨大变化 天地炉所在的位置 也只剩下了一个概念 他倒是修炼到了河神 没等他去寻天地炉 却有人因为天地炉来追杀于他 他的确是再次回到了神域 可惜这次是被人追杀回来的 要不是他有办法 他连从神路到神域的传送阵 都没办法上去 事实上 更加郁闷的不是雷鸿吉 而是天痕 天地炉本就是天痕的造化宝物 他自然知道放在什么位置 通过他的调查 他知道后来有个修炼黑暗功法的家伙 曾打过天地炉的主意 但是他的天地炉 是什么人都能拿走的吗 后来那个家伙 还建立了一个什么白骨池 天痕去过白骨池的遗址 别说天地炉了 就连白骨都不复存在 之后他又调查到 有许多蝼蚁 从宇宙壁通道来到神界 他便开始逐一寻找那些蝼蚁 可惜的是 他修为尚未恢复 神界又太过光芒 好不容易调查到一个 从宇宙壁上来的蝼蚁消息 结果那个蝼蚁一早就被一个叫雷鸿吉的家伙杀了 所以雷鸿吉就成了天痕现在要抓的最重要的人物 这本来只是件小事 他一个圣人 哪怕修为跌落到了一般的准圣 可修为再怎么跌 要抓一个只有和神中气的蝼蚁 还不是守到秦来 可结果呢 他偏偏没有守到秦来 不仅如此 还耗费了几十年的时间追杀 从神鹿追到神域 连修真神城都被他毁灭了好几个 如果不是天地卢对天痕太重要了 天痕早就放弃杀着蝼蚁了 就在这个时候 天痕突然感觉到 他布置的另外一颗棋子竟然被干掉了 神鹿那个迷航商 可是他收获疾兵天竹和虚空止水的关键人物 一旦迷航商被杀 他就失去了寻找蒙爷的机会 蒙爷可是三散盛之一 想找到此人并不简单 天痕停下了追杀雷红吉 以雷红吉的手段和狡诈 他追杀雷红吉 绝非短时间内能够绊倒 而且他也知道 天地卢不在雷红吉身上 他必须先去抓到蒙爷 只有蒙爷才有机会和资格杀了迷航商 这回错过了雷红吉 他以后还有机会 然后逼问雷红吉天地卢的消息 可一旦错过了蒙爷 他很可能永远找不回虚空止水和疾兵天竹 大量劫之下 蒙爷肯定会受伤 所以蒙爷百分百需要这两样东西 他天痕更需要这两样东西 只有同时拿到虚空止水和疾兵天竹 他再找回了天地卢 这样才能凌驾在其他几个圣人之上 他绝不能让蒙爷浪费了这两样宝物 正在奔逃中的雷红吉停了下来 他惊讶地发现天痕放弃了追杀他 这对他来说可是邀天之幸啊 他现在最需要的 是赶紧找个地方将自己的修为提升上去 他如今的零根资质 可说整个神界也没有第二个人能比得上 等他修为提高了 他一定要让那天很好看 天地卢 我雷红吉 咬定了 接连三天时间 蒙爷都在布置传送阵 虚空传送阵也在蒙爷的手段下逐渐地完善了起来 墨无忌从中学到了许多的东西 尽管他的阵道和蒙爷的阵道根本不同 但也足够让他完善自己的阵道 将阵道水平再提一步 第四天的时候 正在感受着蒙爷刻画阵纹的墨无忌忽然抬起了头 怎么回事 蒙爷赶紧询问了一句 一种极度危险的感觉被墨无忌察觉 墨无忌看着大电鼎说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那天恒最多不过小半炷香的时间 便会来到这里 蒙爷听到天恒的名字 可比墨无忌较急多了 他直接一步跨上了传送阵 快点上来 还有一些边角阵纹不需要布置了 肯定可以传送 一条开天神灵脉 早就被墨无忌植入到了传送阵纹之中 足以让墨无忌和蒙爷被传送出去 我要激发传送了 墨兄你快点 见墨无忌还在外面刻画虚空阵纹 蒙爷颇为交集 就好了 墨无忌又刻画了上千道阵纹之后 跨入了传送阵之中 而这时 一道人影已经出现在了墨无忌二人的神念之中 蒙爷抓出了数枚阵旗 立刻激发了传送阵 在蒙爷激发传送阵的时候 墨无忌也丢出了数道阵旗 同时打出了近白道手绝 你做什么 传送阵的白光卷起 将蒙爷和墨无忌卷出的同时 蒙爷出声问道 给天恒送些小礼物 人家好歹也是个圣人 要尊敬一些 我放一些鞭炮给他而已 墨无忌刚刚说完 一只大手就席卷而下 抓响了墨无忌和蒙爷 就在这大手印 距离墨无忌和蒙爷 只有一仗不到的时候 传送阵的白芒 卷起墨无忌二人 小尸无踪 一名神传鹤一 脸色铁青的中年男子 落在了传送阵纹上 他的神念 铺天盖地地横扫到 这传送阵上 每一处阵纹阵机所在 他必须在最短时间内 研究出如何激发这传送阵 然后传送追击 这中年男子的神念 刚刚落在传送阵纹上 一股毁灭气息 席卷而至 恐怖的毁灭气息 像是要将整个神界撕裂 又若苍穹跌落 狂逃绝地 这中年男子刚准备顿走 哄得一声炸裂 周围空间中的一切 全被突兀地毁灭掉 随即恐怖的空间坍塌起息 冲彻周围 在这空间中的所有东西 全都化作虚无 中年男子深周一物 紧接被撕裂 就连骨骼都被炸裂了树根 若是换成一般的修士 肯定早就化作了虚无了 空间的炸裂和坎塌 仍然没有结束 只是证明中年男子 已经跨出了炸裂的范围 他震撼地看着 渐渐消失的迷失庄园 空间就像一张大嘴 将迷失庄园 一口吞噬 这中年男子 自然是急匆匆赶来的天恒圣人 他只差了一仗 就能够抓到墨无忌和蒙爷 虽然差了这一仗 但是天恒并不在意 他知道自己还有机会 以他的能力 绝对能在极短时间内 激发虚空传送阵 然后继续追到蒙爷 和他身边那只蝼蚁 他可不信 每个蝼蚁都像雷红级那样会跑 但他没想到的是 那蝼蚁临走之前 居然还不忘把此处化作虚无 这又是一个狡诈的家伙 要是换成另一个人 知道是他追来了 哪里会有心思不知正闻 留下一个临走前的大神通 迷失庄园再也不复存在 一片片坍塌传过来 空间规则似乎正在发生重组 天恒脸上的震撼化作了激动 他甚至没有因为被蝼蚁暗算而愤怒 他赤身站在虚空之中 他激动的是自己看见了大毁灭术 没错 他肯定自己看见的是大毁灭术 作为圣人的天恒 也没有大毁灭术这种大神通 八圣人里有几个大神通 如果他有 当年也不至于被暗算的这么凄惨 刚才那神通 只是一个蝼蚁在临走之时 通过守绝和阵纹所激发 如果面对面对他施展 那绝对会比这个威力 墙上几十几百倍不值 这大毁灭术 他天恒要定了 无论这拥有大毁灭术的家伙是谁 他绝对不会放过 只是可惜了疾病天竹和虚空之水 放走了蒙野 这两样东西他暂时是别想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